大家好我是阿鵬 今天我會去梁田牛峽谷 最後我會去下百泥的鴨仔灣海邊看日落 我會搭西鐵去到兆康站B1出口 再搭615輕鐵 由兆康站去到梁景站下車 下車之後過對面商場 那邊就是我們下車的輕鐵站 我們會看到梁景市集 然後我們會在那邊出發 如果要補給的話就要去市集補給 之後我們在那邊出發 向前走有幾個轉彎位要注意的 首先是這個 還有這個 之後沿著畫面向前走 就會去到這個車路的分抄位 對於左手邊那邊走 前面大約40米左右 已經去到這個上山的路線了 就是這個位了 原路沒有什麼分抄位的 直接在這條路一直上山 上到梁田牛 前面是一個青山練靶場 剛剛走了15分鐘 其實都是斜路居多 以及石屎路都很輕鬆地走到 可能太斜路的時候 會有點辛苦的 很多座位可以坐 過了這條路之後 就已經不是石屎路了 就變成這些 泥路 泥路就很煞煞煞煞煞聲 剛才這裡上來 然後旁邊有一些 遊樂設施 然後這邊有一條路 然後這邊有一條路 然後 後面這邊有一條路 然後又有一條路 我們現在試試這條路上去 上面這個位置很特別 超特別的 超特別的 可以在這裡休息 然後再繼續上山 沿途上山也有很多 這些粒陷的地方 是有些水沖走一些沙泥 他們控制不了 不停地打卡 我們就繼續上山 繼續沖上去 現在這條路是非常輕鬆的 暫時都沒有什麼泥路 我們可以跑著上去 回頭一望 是這些石路上來的 我們繼續向前走 你們換了一隻鞋子之後 好爛地 彈住地上來 超厲害 好輕鬆喔 走得 超輕鬆 哇 滑喔 我的鞋子不行喔 我的鞋子很滑喔 它是飛著地上次滑的 一隻適合的行山鞋是很重要的 我穿了一隻普通的鞋來 是完全是滑的 我覺得 好辛苦喔 我沒得好像它那樣 奔馳飛馳地上去 很不開心喔 上來這裡 看到一些 椅座 有些白板 這些石 有這些 超搞笑喔 特意搬上來加石屎 然後弄成這些座位 而且這個位置真的很涼爽 聽到超大風聲 很舒服 向後繼續上 現在跟著我走 這格格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我看到很多人覺得 一格格的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一格格的東西是什麼呢 這裡的位置比較高 我們做一個360度全景 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這格格的東西 今早做到很多雲 現在就出陽光 還有藍小小天 還有雲 一塊一塊的魚鱗雲 準備出發 第二個位置 我們上來這個位置 就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呢 剛才下去 在後面那邊 崩崩崩崩崩崩 這條山 之後呢 就主要是那個 很多人的那個位置 Let's go 今天的路程都算輕鬆啦 我們走了都是 上山的路段都是半個小時 不用啦 接著打卡的時間 我們用了整個小時啦 然後才開始來這個 應該是一個重點為止的 沒有記錯 據說這個點呢 我們就去回夏白泥 看東西啦 那整個路程呢就是 波羅山去夏白泥啦 就直接上到波羅山這裡啦 然後呢 就可以去到這個 梁田坑這個位置啦 那就是在這個 梁田坑的香港小峽谷啦 之後呢 我們就去夏白泥那裡 看日落 不過不知趕不趕切 那不要緊 我們現在 打到這裡的卡之後 再下去 應該時間還是很充足的 今天走的路程 最多都是斜路的那裡辛苦的 但實際 最辛苦呢 就是太陽狂曬啦 出漢的 這一部分就辛苦一點啦 其餘走的路都是輕鬆的 跟我之前走的路都是很接近 很差不多的 所以 難度就不高的 看的景點就可能 不是 那麼多啦 我覺得這裡只有盒谷啦 拍照打卡位啦 可能之後稍後落到下白泥呢 拍日落就會更加多一點啦 上面有個拍照位啦 可以上去拍完之後 回到箭頭下來啦 然後再去前面這條拍照路 在這條石屎路走 那旁邊都有些 良情位啊 那樣的 已經去到第二條石屎路了 好輕鬆啦 又去到一個石屎路的位置 繼續向前走 哎呀有狗狗的意 Kawaii狗狗 這條路其實很斜的 我下去很辛苦 我感覺有15度的斜 或者30度 30度的斜度 下山就很辛苦啦 按字按字地下 那我們走到了前面 這個應該是真的走到了 因為看到那個 此路危險不得善進的牌 好像有點危險喔 那個東西真的很大 比我想像中覺得大 所以是很恐怖的 那我看一看給大家看看 感覺上是很大個 好啦就是這個盒谷了 喔好大個 其實看上去都很深的 看到大約有1層2層3層4層樓那麼深 直接砰砰砰砰砰到那個位置了 其實如果到了後就一定會受傷到了 超大 然後那條路是很窄的 我突然要到這一條路 那這裡的路是非常窄的 過完之後才能到達霞霾狗 那我先走到去看看,看看一條路是怎樣 喔!有兩條路的 那有一條是走下面,一條在上面,上面應該是打卡的位 那都加建了一些網的了,那防止這裡的人站得多塌下去 那都安全的,但是還是不要太強勁開了 其實這些石都是很不穩的,很容易大力點踩,它可能會碎,或者裂出來,造成泥石流 那下雨就更加,我想不走不了 原來它們在上面,為什麼它們在上面呢? 因為它們在上面上樓,為什麼會走到下面呢? 對,那我繼續向前走 那上面這條上樓,剛才我就在下樓的,那我現在是上樓呢 就是看上去呢 真的險要的 那這個位呢,就是 Sonda card的位置,那我現在腳下這個 那些人呢,就會在這個對面這裡拍過來 就拍過來我這個位置 那就是現在那些姊姊坐在這裡的位置拍都行的 那剛才說的那些網,就是倒了運營土在這裡 好,讓我再拍一下 藝航拍,在另一個位置 耶! 好,那我們拍完這一邊呢,其實身後面呢,都有另一個峽谷位的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看看 那這個呢,就會再幼一點條路的 再難一點的,那只可以拍這一個人呢 你看到那幫人站在這裡,其實它是一個 位置呢,不是很多的 一條線這樣走的感覺 就我想又行山鞋才夠膽走出去 那這樣就...都闊的 前面的那些應該是窄一點的 哦,不是哦,那邊那些就是 只坐就沒得再上的 那應該去到這個位呢 我就要回頭了 哦,好窄 好,那到這個位置我就回頭了 真是走不了 好 那這裡看回去呢,就是這樣子的啦 哇,這樣看有一個層次 然後再去後面一個,就是這裡一個山峰 再上面一個山峰 哇,好棒哦,感覺 我肉眼看的感覺好棒哦 其實現在可能在畫面看來沒那麼好看的 沒那麼窄 好了,繼續向前走就應該是下百泥的那條路來的啦 那我們就離開這裡了 就準備去這個下百泥 好 那沿著路下去就已經到下百泥了 那我們一條路而已 那我就不拍了 那我要充電,接著下去先 哇,這個小峽谷的位置呢,很特別 那其實是一條路裂了啦 那我們沿路下來的時候 看到裂了的,你先看一看下面 那接著呢,我們就拍這個裂了的路給大家看看 那其實是這些路呢,沿途會看到一條裂了的峽谷 那接著呢 就會看到剛才的畫面呢,我放了一支攝影機 乾了,那整大條縫在那裡 好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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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其實這條路都比較難走 通常人都會下屯門的 那我們今次去下百泥吧 那中途看到這個閘,我們就可以 離開了 那到這裡穿過了這個閘之後 那我們就出了這條路 哇,有左和有右 那我們就向右邊走 那看到這個牌的方向呢,就繼續向前走 那其實這個就是剛才我們上山看到的下巴黎方向 那我們繼續向哈巴黎走 哇,又看到另一幅油畫 有貓貓野豬和蟲鼠 那它是車迷人 哇,有IG的 真搞笑 哦,畫家叫車迷人 這個位置很漂亮,整個阿凡達的地方 地上的水已經是濾著了 接著又配合這個直輪的感覺 還有上面這些一枝枝的拉騰 哦,完全是不知道什麼的感覺 好正啊,這個位置 Alice Wonderland 的感覺 下了那條閘位,我們再走了差不多15-20分鐘 還沒走到,原來也挺長的 我們下山來到這裏差不多9個字 都還沒去到哈巴黎 那沿途很多油畫 沿越車路小心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繼續走,去到那裏告訴你用多少時間 好,我們下來了有第一個分岔位了 有左邊這裏,還有右邊這裏 我們應該是這邊的,因為前面有個標誌寫著 白泥日落最佳觀賞點 走前多幾多分鐘,我們先看看 對啦,走前多10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繼續向那邊走10分鐘就可以去到 下白泥最佳觀賞地方了 這個距離都挺遠的,我覺得 我不是很接受到這個距離 因為沿途沒什麼東西看 除了阿帆踏位之外 沿途全程都非常悶,沒有東西看 我都會想著在上面梁田亞那裏 下山之後,乘西鐵過去 最佳佳來得比在這邊走過去 這邊走過來真的會有一點點 很久和悶 只走九個字都沒有東西看 反而有點悶 可能在上面下山,乘西鐵過去 都會比我現在這樣走這九個字 差不多一個小時啦,簡單十分鐘 一個小時走過去,那其實真的挺久的 今天這條路的線我也不是很建議的 或者下山再轉過去都更好 即是叫做直線去,但其實沿途都沒有去看 那沒意思了,對不對 而且下山那條路很崎嶇,很難走 那些泥又滑 反而真的下去梁景村那邊會好很多 那這個是我的建議 好,我們走了一個小時三個字左右 現在去到兩邊都有吊蝦場的位置 日落就差不多時間了 剛才那個牌寫著十分鐘那個是假的 因為那個牌之後我們走了四個字 之後才去到公廁 然後再走多十分鐘才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應該是沒有那麼快去到的 指示牌也未必可信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指示牌 之前的指示牌也準確的 我會早過指示牌的時間到達 這次就不是了 遲過指示牌的時間到達 好,我們來到這個下百泥公廁 但剛才我的地圖看的下百泥公廁 就不是這個位置 那我回到地圖再證實一下 剛才我們就有這條路出來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位置進去了 沿途也有寫了最佳的下百泥日落景點 看日落往左走 那我們就出去了 海岸區不要搭帳篷煮食 還有露營 那就是紅樹林 然後就是… 這個是日落 然後就是另一個紅樹林 然後就是你去柘子 找一個洞 你去騙蝸 不要去騙蝸 你去騙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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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上有很多洞 我背上有困難 你會有很多小動物 但你可以看見 你會去嚇attutto 靠地過 所以你就可以抱著 備然後我 日落了 等日落看完我們就走了 乘車進來會比走路更舒服 因為那條路是神經病的 我覺得不值得走 一個景可以拍攝的 其他位置就完全不合適的 我就不覺得值得了 而且走下來的路也很辛苦 所以回到涼田 再乘車過來這邊會好很多 這次客人來已經結束了 日落真的很漂亮 如果沒有帶長鏡過來拍攝 真的差很遠 剛才在公廁位坐小巴 等車會比較久 因為多人等車 我們已經是早離開了 已經是第二輛就可以上到 但如果你來的時候 如果拍完日落才離開 就會比較久一點 可能你要等久一點 或者坐Uber車 或者有其他的士進來 但我們等了三個小時才有車走 出回天水位或者元朗 留意一下 最重要是乘車越久一點 或者自己駕車進來 或者叫訂車 這次菠蘿山和夏伯麗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下次有什麼再和大家見 好啦 拜拜 喜歡就讚好分享給朋友看 訂閱完之後按鐘仔 下次搶先第一批題 記得follow我們的IG仔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有東西看 在下面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下次見 拜拜 拜拜